来到捐血车外填好资料 玩起袖子准备捐出热血 不过许多人在捐血之前 也会注意赠品是否误抄血值 但就有网友在台中某捐血站捐血后 在论坛PO文询问 现在捐血都送这么好吗 照片中赠品摆满地 除了基本款的牙膏 口罩蛋糕零食 还有价值600元的超商商品卡 现身房体验券邮票套组 让网友直呼真的太澎湃 当然很羡慕了 捐血二三十次的 没有这么多赠品过来 盘舔近期各地的捐血 里台北推出限定版口罩 新出云林都送白米和防疫小物 商话则有卡通枕头 台南甚至送出整条无锅鱼 高雄最狂捐血就送你超大电风扇 我们目前的血库情形 是大概都剩到三天 很多很有爱心的社团 他们都会提供像是鸡蛋一箱 或是米 那也会送梨卷 500cc的就会加码 像送雨伞 然后送浴槿 牙膏等等 但实际询问台中捐血中心 工作人员表示 网友po出的场次已经结束 因为往年缺血季节 都是在寒暑假 但现在受疫情影响 长时间闹血荒 许多厂商纷纷加码赞助 就是希望吸引民众来捐血 但想拿澎湃赠品 得靠缘分 不过有捐有机会 三十四位刘汉为孙玉丽台中报道 这里 отдел订阅 你真的吗 两个男人